021-6315-0000 现场免费打粉 眼见为实 向身仅0.7元每克 是的 350元买整整一斤身 身味浓 身灵足 免费带切片 8年老店 不买一30天退货保障 每天前100名到店订购 再送红枣桂园枸杞茶一盒 买西洋身 我选王宝 苗品 土方新 买三七风枣 就到南京西路 555号二楼来 很实惠 本月23日至30日 就在南京西路 555号二楼 媒体万万签 搜索无际线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一轩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 媒体大搜索 我们的媒体大搜索 除了通过电视收看 也会在看看新闻APP上 及时呈现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 右下方的看看新闻的二维码 来关注更多 好看 好玩的资讯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多地网友晒抗原 称二阳 专家表示 未观察到致病力增强 官方回应 金庸图书馆去留 保护利用方案正在优化 扬州一文具店 冤枉女孩偷东西 引发热议 男子提车时 大风吹倒墙壁 导致新车被砸 首先来关注一下 新冠第二波的话题 今天冲上了微博热搜 多地的网友晒出 抗原阳性的截图 刷自己二次阳性了 从网友发帖来看 不少人在去年年底 或今年年初 曾经感染过一次 这一次 也有很多是全家中招 包括老人和孩子 关于二阳的症状 多数人都是在出现发烧 拉肚子等症状后 才去测得抗原 同时还伴有咳嗽 鼻塞等症状 有人说 与第一次感染相比 症状要轻一些 发烧时的体温 没有达到38.5摄氏度 也没有再出现水泥鼻 刀片嗓等情况 但也有人反映 自己的症状 比第一次感染更加难受 新冠第二波的话题 引发不少人的担忧 目前距离第一波感染高峰 已经过去了近五个月 这是不是意味着 新冠二次感染高峰 要来了呢 对此 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少医夫医院 感染科主任 吕芳芳 对媒体表示 从门诊情况来看 近期前来就诊的阳性病例 多数是此前没有感染过的人 二阳的主要是回国人员 或与回国人员就接触的人 昨晚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感染科副主任王新宇 也结合国家最新发布的 防控相关措施 回应了大家的关注 如果你是再次感染的话 我们说绝大部分的人群来看 还是总的来说是症状 应该比第一次会更轻一些 但是也会有科技的差异 说有些人会适当重 但大部分还是偏轻的 就是说现在可能我们发现 感染的绝大部分的 还是就是之前都没有感染过 就是前面可能几波 他都逃过去了 没有被感染到 但这次他不注意被感染了 对是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他出现的症状来说 和我们之前的感染的人 没有太大的差别 也没有说是现在的感染 和之前的有区别 那么当然也有很少部分人 是之前我们说 已经感染过第一次了 那么这次又感染的 那这是一个小部分的人 那么这些人来看 就像刚才说的 可能相对症状反而更轻一些 那么因为就是说 如果你在家里 其实是单从症状来说 你是很难去鉴别 我是新冠 还是是流感 还是是其他的呼吸道的 一些急性的传染病 那么正因为这样 我们一般来说是看症状 如果症状比较轻 我觉得在家休息个一两天 过去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症状是越来越重 比方说持续的高热不退 三十九度以上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你是要去医院去救诊的 那么还有一种 我们叫做脆弱人群 就是我们特别是高龄老人 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的基础疾病 又是控制不太好的这些人 那么如果他们是 出现了一些症状的 我们建议还是尽早去医院救诊 首先要明确 我到底是感染的是哪一种病毒 对吧 那么如果搞清楚了 那我可以是针对性的用药 根据中疾控最新发布的 监测和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中国存在的新冠变异株 主要是BA5、BF7、XBB这三种毒株 对比早前一周的监测数据 可以发现 从4月13号到20号这7天的时间里 XBB1.16感染病例是新增了27例 国家疾控局官威上周五发文介绍 近期我国的输入病例中 XBB1.16的占比增加 但本土病例中XBB1.16仍然维持极低水平 并没有形成传播优势 暂时也没有因感染XBB1.16 而导致重症入院或死亡增多的报道 XBB1.16是奥密克戎重组毒株的一种 今年1月首次发现 目前主要流行于印度、美国、新加坡 它比XBB1更容易传播 免疫逃逸能力则与XBB1.5相当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 一股强冷空气影响我国 不少人默默地又穿上了秋衣和秋裤 打开柜子让已经收好的羽绒服重新上岗 此轮强冷空气让我们切实地感受到了它的威力 甘肃、宁夏、陕西和山西等地 均出现了明显的降温降雪天气 局部地区的降温幅度超过了20摄氏度 预计这种气温偏低的格局将会持续到明天 这张全国地面站点24小时变温图上 可以看到图中深蓝色的区域 降温是很猛烈的 我国中东部部分地区降温的幅度 甚至超过了16摄氏度 今天影响我国的这股强冷空气继续发挥 山西、陕西、河南北部等地 最高气温都不足10度 其中太原今天一早的温度只有4度 在此刷新4月同期最高气温最低值记录 在南方、武汉、长沙等地 今天一早的气温也仅在10度出头 再加上阴雨的影响 湿冷感十分明显 此外在24小时雨雪分布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强冷空气 还给全国多地带来了大范围的降雨降雪 陕西多地打破了当地4月观测室的最深积雪记录 昨天山西、陕西等地仍然有雨雪天气 预计今天青海、山西、河北等地高山地区 还将会有降雪 局地还可能会下大道暴雪 针对为何4月中下旬仍出现强冷空气的问题 中央迹象台首席预报员孙军表示 在我国春季冷暖空气活跃 冷空气的强度往往会比较强 在冷空气来临之前 我国大部分地区受暖湿气流控制 气温上升较快 升温幅度也较大 所以冷空气来临之后 带来的降温就会比较明显 最高气温下降20度也会时常见到 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你还将看到 杭州小伙被诈骗电话蛊惑 5000多万差点没了 好的 广告很短 不要走开 上海整庄第四届五五家庄购物节 盛大开启 上海整庄三十八家门店 百家建材 全程送超五千五百万家庄福利 住房喜讯 上海整庄连续两年荣获 家庄企业标准零抛者 和全国家庄企业信用五星期 三十八家门店同客 拨打616个零 五五千月装修 每户最高可享超十万优惠 上海整庄第四届五五家庄购物节 三十八家门店 百家建材 送超五千五百万家庄福利 更实力给您四大家庄保障 一站装好家 材料保障 大牌主材 高标辅材 健康安全 工艺保障 108项标准施工工艺 技术专业 报价保障 ERP智能报价系统 一房一驾 管理保障 一户一人责任制 三级五减 十七道质减体系 层层把关 拨打616个零 616个零 或扫码报名 每户最高可享超十万优惠 好装修在上海 好装修在上海 2023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全国巡回展 开始全面大清仓 梅花 英纳格 天苏 罗马 三度市 浪池 等十多个瑞士知名品牌 全部2.5折起 大清仓 原装进口正品行货 全国联保加一百十 这次的清仓让利非常非常大 对老百姓来说 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 瑞士原装进口机械表 清仓特价2980 大师系列男士万表 时长价14880 清仓一口价4980 原装进口传世系列大金表 时长价25800 清仓一口价9800 清仓截止4月25号 一块手表 四大担保 带的是品位 买的是实惠 销售的瑞士进口名表 都有瑞士制造标识 靠道 地址光大会展中心 国际大酒店二楼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关注一下这两天 江苏扬州一家文具店 因为涉嫌误会一名小女孩 偷盗文具的事件冲上了热搜 那在网友拍摄到的画面当中 店主坚持说 小女孩偷了胶带 而女孩是翻遍了所有的口袋 也没有这个胶带 警方赶到之后 真相终于大白 这就是一场误会 这位九岁的女孩 由爷爷带着 到一家文具店买东西 店主指责女孩偷了胶带 女孩翻遍了所有口袋 都没有找到 还委屈地掉了眼泪 但店主依然不依不饶 称已经被监控拍到 还声称要报警 爷爷坚信 女孩没有偷 也坚持报警 直到警察赶到现场 查看监控后 才让事情真相大白 现在看清楚了 就这一个 人家放在原处了 店我没看得清楚 手上玩的时间长了 人家没看到后面 后面他这个视频 是一节一节的 他下一集没看得到 后来通过我们警察 110到现场去 看权了 人家还放下来的 后来人家当长 就跟他父母都道过歉了 事后 这位店主还通过网络 再次向女孩道歉 正式公开道歉 由于本人的工作失误 对小朋友 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在此 正宗地向小朋友 一起家人道歉 当地教育局表示 以安抚女孩 并将进行心理疏导 目前 设施店铺已经暂停营业 文具店冤枉女孩上了热搜 相信很多人都会抱不平 有网友就说 这给女孩造成的心理阴影 是多少遍道歉都消除不了的 也有网友质疑商家的道德标准 还没有查明事实真相 这一点风吹草动 就以为站上了真理的制高点 当然 也有网友看到的是 女孩拥有一个非常棒的爷爷 选择相信他 勇敢站出来维护他 并且通过自己的能力 来保护女孩 俗话说 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请善意地对待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吧 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消息 作为国内响当当的美术学院 今日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教师 徐某某 多数作品被曝涉嫌抄袭 内容称 徐某某抄袭国外艺术家 作品时间长达十年 且所抄袭的作品 均为不知名外国艺术家作品 涉嫌被抄袭的国外原作者 曾在社交媒体回应此事称 徐某某的作品 售价高达十万美元 不要购买他的作品 昨天 中国美术家协会工作人员表示 该教师并非中国美协会员 我们只能处理那个美协会员 但如果不是会员 我们就没有资格处理他们 中国美院回应 已关注到此事 将成立调查组合查 22号的晚上 知名自媒体人六神累累 在其公众号发文 恳请嘉兴市相关方面 不要拆除金庸图书馆 引发了公众的关注与热议 对此 昨天嘉兴市南湖区 在其官方公众号 做出了最新回应 据悉 1992年 金庸先生自己捐资300万港元 在嘉兴捐建了这座图书馆 于1994年1月进宫 同年4月3号开馆启用 随后 金庸又追加捐赠了20万港币 用来添置图书和设施 嘉兴学院图书馆相关人士表示 随着校区搬迁等 金庸图书馆大约是在 2018年2019年以后 就不再使用了 近年来 嘉兴发展很快 这块地段位置很好 是类似于城市CBD的黄金地段 一份2023年度 嘉兴市级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计划表显示 坐落于嘉兴学院 北校区地块的金庸图书馆 或将面临拆除 4月22号晚 网络大V六神累累 在其公众号上发文 恳请嘉兴市相关方面 不要拆除金庸图书馆 他认为 金庸图书馆是不可复制的文化地标 全国只有这样一个 以金庸命名的图书馆 昨天 嘉兴市南湖区 在其官方公众号上 发布公告回应称 金庸图书馆作为 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载体 有其不可替代性 当地市区两级 一直以高度审慎负责的态度 推进保护利用工作 目前具体保护利用方案 正在优化论证之中 将坚持传承与弘扬并重的原则 更好发挥其历史文化作用 方案制定过程中 还将继续广泛征询和听取 社会各界的宝贵意见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 那今年的五一档 眼看着就要来了 截止到目前呢 官宣将在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影片 已经多达18部 使得五一档再度成为史上最继 这竞争激烈 硝烟四起啊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 截至发稿 今年五一档的预售票房 已经突破了1.02亿元 业内人士预计 随着线下娱乐消费的回归 今年五一档票房 或将高达30亿元 游望打破2021年的记录 冲刺史上最强 截至目前 以中国空军为题材的电影 《长空之王》 以超86万想看人数领跑 稳坐档期人期第一 紧随其后的是喜剧片 人生路不熟和爱情片 这么多年 今年五一档 代应影片类型丰富 选择很多 你最期待哪一波 那除了大众期待的五一档影片 刚刚上映几天的灌篮高手热度持续发力 上映仅仅三天时间 票房就突破了三个亿 然而就在电影热映的时候 一些不和谐的画面 很快就出现了 近日有微博大V发文称 灌篮高手的评摄 应该是自己看过的 这么多电影中最严重的一次 不少网友也表达了类似感受 有网友甚至调侃到 再多刷一会儿朋友圈 就可以把电影看完了 评摄指的是 在观影过程中拍摄屏幕 也就是录音录像 记者发现在多个社交平台上 部分博文确实存在评摄行为 甚至还有人将高燃片段 拼接成小视频 获得上千点赞 4月20号晚 电影灌篮高手方发文 倡导观众联合抵制 道路道播行为 律师表示 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 未经权力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 进行录音录像 同时 影片著作权及其相关的权利 还受到民法典 著作权法 刑法等法律的保护 如果影迷想分享影片内容 到社交媒体 建议使用官方发布的海报 剧照 片花 或者影院展出的海报 随着灌篮高手的热映 那一些热衷粉 在现实生活当中是高度还原 浙江绍兴的一位理发师 在征得顾客同意之后 给顾客剪了一个 功成良田的头像造型 今日在湖北武汉 有多位网友拍摄到了 不同角度的空轨列车试车的画面 空轨列车全称 悬挂式单轨列车 武汉光谷的这条线路 开通后 将用于旅游观光运营 试想一下 在空中乘车俯瞰城市风光 是不是很惊喜 这体验空轨列车 可能还需要再等待一段时间 不过眼下的杭州 行驶在路上 您就可以感受到 空中花廊般的浪漫 杭州高价立交 被200多万株盛开的 月季花装扮 行车其中 一路繁花 一路芬芳 杭州用月季装扮高价的举措 开始于2009年 不同于往年的事 今年 杭州高价新增月季约80万株 共有月季总量达215万株 共40个品种 在成都的二环路高价 也摆放了月季花 这两天 一场春雨过后 花瓣随着微风飘落 美不胜收 4月22号是农历三月初三 重庆丰都庙会 万人齐放电子孔明灯 如繁星点缀在城市上空 漫天灯光 灿若星河 稍后你还将看到 小伙在陶瓷碑上 手写5000多字微书金刚经 美国以全新军舰 下水时与拖船相撞 获扫码 每户最高可想 超十万优惠 住上海选上海 好装修就在上海 市长黑 市长黑 好装修就在上海 上海整装 工艺 报价 管理 四大家装保障 拨打61600 61600 或扫码报名 每户最高可想 超十万优惠 好装修在上海 好装修在上海 好装修 老张黑 张奶奶海参 品质见订阅 特推出最后一批捕捞的 伟传秋生 8S家庭实惠庄 甘海参 3980元一斤 9S深水区 金标甘海参 5980元一斤 买一斤8S家庭实惠庄 加一斤9S深水金标庄 送半斤9S深水金标庄 上海50家实体店 活动同步 每天前50名预定 送深海鲍鱼一包 消费满57元 送海参太匪一盒 咨询电话 4008855683 欢迎回来 来关注一下 今天是第八个中国航天日 上午在合肥举行的 2023年中国航天日 主题活动的启动仪式上 国家航天局和中国科学院 联合发布了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 火星全球影像图 它是由天问一号任务环绕器 中分辨率相机 获取的14757幅影像 制作而成 图片件下面扶着的 这次发布的影像图为彩色 包括按照制图标准 分别制作的火星东西半球 正射投影图 鲁宾逊投影图 和莫卡托投影加方位投影图 空间分辨率为76米 将为开展火星探测工程 和火星科学研究 提供质量更好的基础底图 此外 科学研究团队 通过火星高分影像 识别了着陆点附近大量的地理实体 国际天文联合会 根据相关规则 将其中的22个地理实体 以中国人口数 小于10万的历史文化 民村民阵加以命名 西柏坡等22个中国地名 登上火星 昨天有网友反映 江苏无锡 宾湖区城管局 采购城管制服 20万元采购了47套制服 均价每套是4590亿元 这件事是引发了热议 当日呢 湖西宾湖区城管局的 工作人员回复媒体称 这采购的公告当中的 每一套都是包含了 城管工作人员 春夏秋冬的所有制服 制服采购招标公告中 共采购制服47套 预算金额21万5822元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根据内控制度要求 该采购项目 在城管局的网站上 进行了公示 整个程序合法合规 昨天记者联系了 当时该项目的 中标单位 股东王先生称 自己单位 当时是以最低价中标 每一套制服里 包含十余件衣服 鞋 配饰等 价格是合理的 因为有几个开奖 圆球卡住不动 近日一段福建 地方性题材 三十一选期的 开奖视频引发了关注 昨天福建题材 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称 这是个小概率事件 可能是天气原因导致的 视频中 一共有七个球 被随机选中滚出 前三个球顺利落下后 后四个球 却被卡在了斜坡顶端 不往下滚 第四个正选号01 第四个正选号01 第五个正选号05 第六个正选号17 第七个正选号19 第七个正选号19 视频引来诸多质疑 福建题材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 这个可能由天气原因导致的小概率事件 不会继续发生 中心已要求开奖机器的厂家赶来 工作人员强调 开奖是公开透明的 且经过公证 开奖结果是有效的 孩子乘车需要坐儿童座椅 这是一个安全常识 但是在生活当中 往往有人为了图省事 直接把孩子往后排座椅上一丢 这事故也就往往在不经意间发生了 昨天在陕西卫南 一名女子望关车门 那四岁的孩子跑下车遭到碾压的事情 着实给很多人是提了一个醒 视频中 一女子将四岁孩子放 车后座后 望关车门便禁止朝驾驶室走去 随后开始倒车 然而 此时后座的孩子已经自己下车了 并站立在后座车门旁 女子并未察觉 直接从孩子身上扭过 直到孩子爆出哭声 两人才发现孩子已经被车碾过 随后 他们将孩子送往医院 希望孩子平安无事 今日在上海 一名女性的车子被撞之后 脊椎肇事车辆 结果超车的时候发生了二次碰撞 交警最后开车的罚单是 都是超车 一人一次全责 最近网传苏州某公司发布通知称 员工不卖宝马就开除 针对这一说法 这家公司已经辟谣 并且已经报警 据网传的说法 苏州这家公司发布通知称 驾驶宝马的员工 一个月内卖掉宝马 换成国产品牌 将奖励两万元 为处理宝马的员工将开除 对此 公司一名负责人回应 开除一事 子虚乌有 将换成国产品牌 是有两万块钱的奖励 但是后面这个开除员工 这一块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是我们行政部发的 就是前面的 这个奖励两万块钱 这个是属实的 关于后面的话 这一条的话 我们也报警 也跟劳动部门的话 说明了情况 我们再来说一下 这个好老公 一定是细致型的行动派 最近在上海 一名男子逛车展的时候 手拿A4纸 帮老婆买车的视频 引发了关注 视频中 男子在车展现场 手拿一张A4纸 上面密密麻麻 写满了老婆 买车的需求 这段时间他偏偏陪我开车 走上下班的路 记录我的开车提供的路况 然后下来作为给我买车的参考 很用心的在A4纸 引满了我的各种需求 他一直都离聚照顾人的 一名男子买了一辆新车 在提车的时候发现 这新车被大风吹倒的墙壁给砸中了 发动机盖和前挡风玻璃上 全是砖头 男子和A4电交涉 可是对方居然称 只修不退不换 他是约定了时间来提车 然后停在这里停了 也有一段时间 墙他们本来是没有问题的 突然把很大很强的风吹倒了 然后砸到车上 这东西天灾人过 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暂时我还不清楚 再来关注一下丁女士 前段时间买了一辆新车 提车之前销售告诉她 近期绝对不会降价的 而她刚提到车 没几天厂家官网就出了一个活动 降价将近6000元 这让丁女士的情绪是无法平复 前段时间丁女士打算换一辆新车 最终决定买一辆新能源轿车 她家附近正好有一个比亚迪城市展厅 因为它比较方便 离我家近 然后4S店的销售也其实挺热情的 感觉服务也挺好 我就直接在这下单了 丁女士选中了一辆比亚迪海豚 裸车价136800元 她说4月9号交定金时 专门确认过关于优惠和降价的情况 其他地区因为有很多的优惠 那比如说山东地区的 河南地区的 包括广东地区都有优惠 那我也不可能去外地提车 但是我要肯定要跟她确认一下 我说这个地方会不会降价 销售说绝对不会降价的这个车 我跟其他的店当时是价格都是统一的 丁女士提供了跟销售的聊天记录 4月8号她说 有朋友跟我说比亚迪这两天降价 对方回复降价大不了重新下一单 不可能降价 4月12号丁女士支付全款提车 4月14号车子降价了 88第5888官网上直接出的活动 然后你刷卡提车的时候 这个金额就直接就减掉了 杭州地区的还是全国这种 全国 丁女士后来跟这家比亚迪盛事新景 杭州阅读大厦海鲜店沟通过 他们给我的解决方案说 我要么送你个天魔 再送你个底板 我说我这个我不统一 我要5800退差价 采访时门店负责人不在 记得电话联系了那位说 不可能降价的销售 因为这个降价也是厂家降价的嘛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 先上报给厂家 我们这个送的话是我们店铺自己的 记得转达了丁女士的诉求 对方表示会告诉领导 门店工作人员也记录了记者的联系方式 截至发稿 记者没有接到进一步回复 在河南郑州 有一名男子手持棒球棍 打砸当地一所学校的大门 随后又闯进了一家书店 挥舞菜刀 那学校的副校长得知情况之后 立刻赶到了现场 由于担心男子对学生和群众产生威胁 直接冲着男子是一顿大吼 没有想到竟然真的把男子给吓蒙了 昨天上午10点多 这名男子出现在津水区河南省团校的门口 毫无征兆地对着公共设施一顿杂 他手里纳的是一根切棒 摇紧是变了一把铁刀 他就出门了 因为他点了有刀嘛 我也很担心 他要校里边的学生产生威胁 曹校长一边大声呵斥 一边准备冲上前阻拦男子离开 这个时候他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收了 这个时候警察从这些整号冲上来了 目前男子已经被公安带走 至于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公安仍在调查中 几天前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张老师 连续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 电话里是一位老人的声音 他说自己很难受 需要帮助 张老师不停地询问老人是哪里人 在哪里呢 可是电话那头毫无回应 担心老人出意外 张老师赶紧报了警 民警通过张老师提供的线索 立即与老人的家人取得了联系 得知老人已无大碍 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下 原来91岁陈大爷住院时 感觉身体不舒服 打电话给女儿时 按错了一位数字 才将电话多次错播到张老师手机上 浙江温州一个六岁的小姑娘 说班里的同学想看自家的挖土机 爸爸立刻跟老师卸调 将自家的挖土机开去到了学校里 而且还把班里的27位小朋友 一一抱上了座椅 体验坐挖土机的感觉 这不是刚好快五一了吗 老师让孩子体验 每个工作不同吗 刚好我家女儿又给同学就说 我家有挖机吗 那个学校道路倒是还都挺宽敞的 所以爸爸主动把挖机 就是开到学校门口 每个小朋友都有挨个抱上去 坐上挖机的感觉 有一一给小朋友讲解挖机的结构 孩子们就是比较兴奋 宠女儿的爸爸有多暖 她的这个小棉袄就会有多甜 重庆的一个小姑娘呢 在公交站台等待 只为了给开公交的爸爸 送上一杯饮料 小姑娘大老远看到 爸爸的公交车开过来 是又叫又跳 脸上写满了开心 我们再来说一下江苏的两个萌娃 趁着妈妈上厕所的时候 将家里的小龙虾给放生了 这屋子里面瞬间被小龙虾给占领 看到爬满屋子的小龙虾 网友称啊 第一眼看到还以为是大蟑螂呢 我上个厕所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是谁干的 转换一个话题来关注一下 去年的六月份 上海陈先生的摩托车 被以为路过的老人推倒 造成车辆损坏 事后呢 老人态度强硬拒不赔偿 并且于不久之后在医院病逝 此后陈先生对老人的儿子 提起了民事诉讼 法院判决呢 尤其承担陈先生的修车款项 但十几天过去了 老人的儿子依然没有履行赔偿 陈先生再次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今天我正式提交了强制执行申请书 案件是3月24日单庭判决 28日电子送达了判决文书 15日之内被告没有上诉 所以判决文书于4月13日正式生效 判决是10日之内下午支付 今天已经是第11天了 被告去不履行判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马的一方规定 我今天向法院提出了申请 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的流程也是需要先提交申请 然后等待强制执行 现在据事发已经10个月了 也希望执行部门能够早日执行到位 4月19号杭州的小吴 接到了一个境外打来的电话 让他投10万块钱 说两三天就可以赚5万10万 小吴轻易地就相信了 于是把银行卡的账号和验证码 都告诉了对方 而在他的卡里有5000多万元 叫我投个10万块钱 两三天就可以赚个5万10万了 然后 那你给对方提供什么东西了吗 我就是把它 他如果要验个字 我就把账户的账号发过去了 账号发过去了 密码没给人家吗 密码本来想给的 然后你们电话打过来 然后那个验证本来已经发过去了 同时他就是在长期浏览这种钓鱼网站 然后对方就是骗子觉得 他可能是有这方面的投资理财的意向的 民警后来才得知 小吴银行卡里的钱还不是一个小数目 有5200多万 本来中心会对他的当事人的受害者的账户 进行一个保护性支付 这个保护性支付就是能够快速地 冻结住受害者他的银行卡内的资金 当天民警带小吴到附近网点 更换了银行卡密码 卡里的5000多万一分没少 近日重庆江津法院审理了一期 因为一杯水而引发的侵权责任就分 张阿姨在医院的走廊里泼了一杯水 导致路过的李阿姨滑倒造成左腿骨折 住院的张阿姨漱口后 顺手将漱口杯中剩余的水 泼在了走廊的地板上 半分钟后 58岁的李阿姨出门洗碗 刚好踩到水渍上 脚下一滑摔倒在地 经检查 李阿姨左腿骨折构成实际伤残 她将张阿姨和医院宿治法院 要求双方赔偿损失 法院审理认为 事发前走廊地面不存在一样 医院无需担责 而李阿姨自己也为谨慎注意脚下情况 遂适当减轻张阿姨的责任 最终判决 张阿姨赔偿李阿姨各项损失 加精神抚慰金 共计11.26万元 以外孙媳妇的身份 将同居女友的名字 刻在了去世长辈的墓碑上 这二人分手之后 名字是去世留呢 近日重庆市碧山法院审理了起 由同居关系稀产纠纷衍生的人格权保护案件 女方将男方告上了法庭 要求墓碑除名 这对情侣同居近十年 但一直未领证结婚 男方外公外婆去世后 全家人商量为老人立碑 男方在征得女友同意后 将其名字以外孙媳妇的身份刻在了墓碑上 后来 两人因性格不可分手 女方要求男方将其名字从墓碑上清除 经法院调解 男方承诺会将女方名字从墓碑上清除 但在结案后 男方一直为履行义务 女方于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男方随后解释说 除名会对墓碑造成破坏 怕坏了自家风水 所以一拖再拖 最终被执行人在法院的劝导和督促下 用凿子将文字清除 近日江西平乡中院公布了一起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 刘某资助赵某赌10万元 那赵某死后 刘某要求赵某的继承人偿还债务 但是被法院判决不予支持 赵某生前与刘某频繁转账 赵某死后 刘某以赵某欠其借款本息 共计20余万元为由 起诉赵某的继承人 要求对方偿还债务 微信记录显示 赵某欠刘某10万出头 但二人的聊天记录 频繁提及赌博相关内容 法院认为 刘某明知赵某借款的目的是赌博 而仍然提供借款 雇该借贷合同无效 刘某的诉求法院不予支持 在江西景德镇 85后的陶瓷首艺人于辉春 将5000多字的金刚经 写在了陶瓷背上 引来网友大赞 金刚经一共有5180个字 一个一个字的对着写 简介后要半个月时间 一天写六七个小时吧 写久了眼睛也会很胀 很翻车 所以说写了的一两个小时 到四个小时必须要休息一段时间 但是写错了就用眼睛擦掉 有那个网友调判说 还以为我要拿个强大惊喜 但是我不要 最主要的还是要眼睛好吧 手必须要稳 要耐着去寂寞 必须要尽着心来 所以说我一般工作 都是在晚上 一般都是完全平淡来做的 需要预订 读完高中 05年的时候来金德镇学图 学过了三年 刷那个诱伤图案 写字以前是 我的一个业余爱好 刚刚是写 写得不好 就慢慢地慢慢地突破自己 越写越小 今年准备申请金德镇陶瓷 是读画会议传证人的 在山东青岛 32岁的崔九祥 从事唐画制作 主打的就是国风唐画 那成品啊 经营剔透 惊艳一众网友 从事这个行业 已经有七年了 最早的时候 是接触的食品教课 现在是全值多唐 主要就是用唐 以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 我呢就是加入了一些 中国的元素 比如说有一些水墨峰 中国国画的留白 圆青花呀 那个园林的窗格呀 屏风 然后书法 刚开始最早做的 应该就是那个琉璃园了 它就是这种白色的固体啊 工序就是熬堂 控制那个透明堂起的气泡 就非常重要 所以说在做作品上面 几乎都是一次成型 一般都是六到八个小时左右 现在已经在这个实验 也是想把自己的作品保存出来 让更多的人能够近距离的去感受这种非议的魅力吧 快递是人们网购的好帮手 但如果货品在途中被损坏造成了损失 由谁来负责呢 近日厦门中院就发布了这样的一起案件 魏某某经营的茶叶 曾获得海峡两岸茶王称号 其长期通过A物流公司向客户快递茶叶 某次快递员收件时 没有对已进行外包装的快件开箱检视内建 就直接接受了快件保价22万元 并收取保价费及运费 A物流公司在魏某某自行包装的基础上 用两个纸箱板拼合 重新包装快件并寄出 然而快件寄到时 客户发现外包装破损 导致茶叶在运输中受潮 于是拒收 随后 快件被退回A物流公司存放 运输后 22万元茶叶由于折损便只值6万元 折损价值16万元 物流公司拒绝赔偿后 魏某某愤怒苏治法院 目前 厦门中院进行了二审宣判 判决A物流公司赔偿为某某 损失22万元 天津的李女士 最近二进理发店 想要染出理想的发色 没有想到头皮被烧上了 而店长的解释是 因为李女士的角质层薄 可能反应大 给操作是没有问题的 抢了两次 再打了一次 这两21日的时候 我又去他们店了 因为当时给我染发 李女士不在 他就让他们店长给我染个头发 回到单类以后我的同事就发现 我的头皮已经就是流那种浓水了 医生的鉴定是头皮二度烧伤 我也没有办法上班了 因为我的工作是对形象有要求的 总部也是说给我赔偿医药费 他也没说他需求 他也没说啥呀 公司都内间的呢 最近江西上饶的一名男子 专门租用某车行的奔驰宝马等车 然后偷换零件转卖获利 一租车行 频繁接到客户投诉称 车行驶中总会有一阵奇怪的声响 店主郭先生排查后发现 不少车的重要配件 三元催化器均缺失 接口上取而代之的 竟然是一枚钢丝球 郭先生发现 每辆车出现异常前 都被男子杨某租借过 且租借的都是奔驰宝马 租期从不超过一天 报警后 警方迅速抓获犯罪嫌疑人杨某 据杨某供述 因三元催化器价值不菲 便想着通过租车 拆卸零件的方式赚钱 三月以来 杨某供租借了十余辆汽车 通过盗卖三元催化器 获利数万元 目前杨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办理中 近日江苏无锡的一名男子 李某某因为毒杀的方式 盗取各类宠物狗 被检察院批准逮捕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李某某专挑黑狗下手 那这是为什么呢 去年九月至今年二月期间 李某某多次用毒狗的方式 盗窃宠物狗家禽 其中 最小的狗 是一只才六月大的 德国牧羊犬 前不久 李某某再次毒狗时 被狗主人当场发现 将它扭送至公安机关 落网后 李某某承认了 自己毒狗的所有事实 自称是听了一个偏方 然后说黑狗肉 能够治疗他的糖尿病 然后呢 他就只偷黑狗 然后偷的都是吃的 警察 李某某涉案的犬肢和家禽 价值17950元 因涉嫌盗窃罪 李某某被检察机关 批准逮捕 浙江宁波 一名17岁的少年 在得知自己崇拜的偶像 就在附近拍摄之后 竟然爬上了一棵 八米高的大树蹲点 被剧组工作人员发现时 少年已经在树叉上 蹲了三个小时 担心发生意外 剧组立即报警 消防救援人员架好梯子 才将少年平安带回地面 这个人员是怎么 就是我们早上过来的时候 大概六点到这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这个 杭州已经70岁的黄奶奶 认为毛蛋大补 六天狂吃了70个 结果把自己给吃进了 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近日 浙江杭州 70岁的黄奶奶 认为毛蛋大补 她买了70个 早餐吃 午餐吃 晚餐吃 家餐吃 吃的时候 偶尔还配着服辱 臭豆腐一起吃 不到一周 黄奶奶就把70个毛蛋 全部吃光 但没过多久 黄奶奶出现全身乏力 维米不振 多次呕吐 腹泻 还伴随着高热寒颤 被送进ICU 经检验 提示为感染烟区酶 肺炎克雷伯郡 目前 经医生治疗 黄奶奶各项指标稳定后 已转至感染科病房 进一步装科治疗 医生提醒 老鸡蛋是一种致病率较高的食物 其潜在的致病性不能忽略 尤其是肠道脆弱的人群 食用后容易患病 最好少吃这类食物 昨天熊猫阿宝的耳朵 被咬成了V型上了热搜 让网友表示 这既心疼又好笑 因为作案的是 另一只明星熊猫七仔 游客发视频称 阿宝通过护栏找七仔丸 没想到被咬了 最近江苏一名网友 上传的视频十分的惊悚 凌晨时分一只大老鼠 竟然按了自家的门铃 画面显示 一只大老鼠鬼鬼祟祟的 闯进一户房主门前 直接沿门上 不仅按了门铃 还抒起了开锁密码 两只耳朵清晰可见 让人渗得慌 云南的一名大学生 发视频说 在宿舍里发现了巨型锅锅 在网上引发了热议 网友说 差点误以为是一个玩偶 我刚要上床睡觉 手差点就要看了 当事人熊同学说 事后才知道 这是聚拟夜中 因为学校后边有一片竹林 所以学校内 经常会有人看到蛇 昆虫等动物 华中农业大学 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副教授周星苗表示 聚拟夜中虽然个体硕大 让人害怕 但它性情非常温和 取食的是植物 很安全 不会对人造成伤害 较适合作为宠物饲养 不过 因其原产热带地区 一般需要高温高湿的条件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美国海军一艘全新的 自由级滨海战斗舰 克里富兰号 近日在威斯康星州下水时 与一艘配套的脱船相撞 军舰受损 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美国海军方面称 将对军舰进行修复 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 22号晚上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迪士尼乐园发生了火灾 一个高45英尺 大约是14米的道具龙 在表演的时候意外起火 现场没有人员伤网的报告 现场视频显示 起火点位于龙头处 火焰燃烧时 犹如巨龙喷火一般 不久后 火焰蔓延至龙身 将整条巨龙道具完全吞噬 一时间园区内火光冲天 黑烟滚滚 一位目击者称 火灾发生后演出被迫取消 相关演职人员和观众被迫疏散 但公园的其余部分仍然正常开放 加州消防局表示 该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据法新社23号报道 日前在法国北部城镇 滨海贝尔克举办的风筝节上 发生了一起汽车冲撞人群事故 造成11人受伤 其中4人重伤 目前司机已经被警方逮捕 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22号18点30分左右 肇事者是一名76岁的老人 且身有残疾 目前法国检方已经排除了 酒驾和独驾的可能 检方在公告中表示 这起事件无关恐怖主义 肇事者可能混淆了刹车和油门 导致车辆失控 但目前检方还没有最终定性 一年一度的贝尔克风筝节 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风筝节之一 每年都会吸引世界各地的高手参赛 并吸引大批游客 今日日本有一名参议院的议员 在议会开会期间 一次打瞌睡被发现了 当时议会主席要求大家 用起立投票的方式来表决法案 这名议员却坐在座位上 低头闭眼 一动不动 一名工作人员赶紧跑到他的面前 提醒他后 他才赶快站起来 这时旁边和后方的议员都在偷笑 而面对记者的追问 这名议员坚持说 当时他正在思考事情 绝对没有打瞌睡 今日俄罗斯警方破获了一期离奇的贩毒案 一名女子将一只猫打扮成了婴儿的模样 在其尿布湿里面藏了170克的毒品 一段警方公布的视频显示 一名妇女将一只猫伪装成婴儿 并将其层层包裹上婴儿衣物和尿布湿 里面共藏有170克制作毒品的主要原料 据这名涉嫌贩毒的女子交代 她是按照网上匿名买家的要求 准备将毒品送到指定地点 在今年的上海国际车展上 电动汽车不出意外地成为了交连 然而对于电池技术的安全性 一直有很多的顾虑 最近科学家们在电池技术上 更进一步开发出了可以吃的电池 未来人类能不能吃机器人 目前还不清楚 可以确定的是 现在人类可以吃电池了 近日由来自意大利技术研究所的 科学家们利用食品材料 开发出全球首款完全可实用的充电电池 可应用于健康检测 食品质量检测等领域 甚至为开发可实用的机器人 奠定了基础 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 近期的先进材料杂志上 研究团队从所有生物都会发生 生物氧化还原反应中汲取灵感 开发出一款利用维生素B2为阳基 虎皮素作为阴急的水基电解质 可充电电池 为了避免短路 科学家利用海苔作为隔板 然后将其封装到蜂蜡中 并从蜂蜡中取出纤维素 创造出两个食品级的金属波出电 该电池在0.65V下工作 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它能够在持续12分钟的时间内 提供48Van的电流 或超过一小时的几Van的电流 足以在有限的时间内 为小型电子设备供电 并且可充电 科学家称 这是有史以来首款完全可实用的 可充电电池 将为新的可实用电子应用打开大门 此外 还可以用于摄入风险较高的儿童玩具 并且还可以为可实用的软体机器人提供动力等 户上民居装修大促 全程启动 整装全免2万元设计费 全免2万元施工管理费 免费送14件高档成品家具 免费送3500元软装券 再送锄电4件套 包含抽油烟机 燃气灶热水器 净水器 再加送冰箱 空调 洗机 智能电视 智能锁 5件家电 真正的装修大促 难得的装修时机 请即刻拨打电话 5185.5 5185.5 咨询详情 儿子 我和你爸的头像 怎么会啊 妈 咱们这是视频 妈我现在要开会啊 我一会儿跟你说 和你爸出去玩的橡皮 到底什么时候能上 我知道了 其实我还挺喜欢 你总是电话求助我的 妈以后有广电5G帮我的忙 你要下岗了 这是妈新的192号码 以后还是我生日 你对网速够快 嗨 我在东方明珠 哈喽 嗨 是不是特别美啊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 室内外排气通风 超龄燃气器具 请及时更换 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 请经常检查 燃气管道及设施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 上海燃气热线 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因为竹梦 我们从未停止奔跑的脚步 我们澎湃誓言 启航青春 我们耕许血脉 始至军营 风华正浪 恰与复兴同行 血气方刚 当时长鹰共舞 强国有我 强军有我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惊艳你的 是美丽的风景 吸引别人的是 邵所定位 感动你的 是辛勤的师长 吸引别人的是 成果数据 触动你的 是忙碌的会议 吸引别人的是机密技要 震撼你的 是急驰的车队 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 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 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 近日江苏连云港 一株近千年的流苏树花开正盛 从空中俯瞰的层层叠叠的花瓣 好似雪花满枝头 清新雅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ер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敬口雌黄 他吹嘘自己能上天入地 我跟你说 语文 数学 英语 我可以上到他脑子里面 不是我吹牛 他人身陷其重 不识如山真面目 胡言乱语 居然有人信任有加 最终发现一切全是骗局 拿钱 拿钱 什么事情就是拿钱解决 我就发现不对了 详情敬请收看4月24号播出的 《案件聚焦》特别节目 检查风云 他曾经穿着一支站上世界最高领奖台 我能从之前的阴影里面走出来 重获到人生的这种自信 和我们拿每一次奖牌 它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人生的每一个赛道 他要全力以赴做冠军 哪怕我们是残疾人 我们一样可以活出自己的样子 《女性亲子养成》节目《我的妈呀》 4月24日 新闻综合频道10点30分 让你成为更好的妈妈 生活经验告诉我们 口臭通常跟消化不良 或者是口腔清洁不到位有关 而如果从病理性的角度来看 口腔异味又可以分为两种 口原性 口腔异味 这一类口臭主要跟口腔疾病有关 比如有蛀牙 牙周病 牙齦破溃 研磨溃疡等等 食物残渣 菌斑 挫折在口腔内也会引起口臭 散发出含有硫化物的弹文气味 另外像吸烟 酗酒等不良习惯 也是形成口臭的原因之一 非口原性 口腔异味 鼻咽部 呼吸道 胃肠道 消化道等 开口与口腔的临近部位出现问题 也会产生口腔异味 比如化膿性扁桃体炎 气管炎 肺炎 慢性胃炎 慢性肠炎等 从呼吸道或消化道产生异味 有人说口腔异味是某些疾病的预兆 口腔异味是多种因素引起的一种现象 要逐一排查原因 不同的味道的确可能预示着不同的疾病 比如有科普文章说 烂苹果味往往预示着糖尿病 甜味可能是肝功能不全 鱼腥味可能是肾功能不全 腐肉味可能因为肺浓肿 不过呢 光靠气味判断疾病 那是不可学的 如果有必要 建议您就医检查真正的原因 当然您也可以先试试多喝水 用花舌器清理舌苔 喷口气清新剂的改善口腔异味 全场买50克送10克好虫草 找多小西域草堂多小高海拔东虫下草 4月24日至5月3日 九点红木上海古典红木家具博览会 五一狂欢大促正式开幕 18973件红木沙发 红木餐桌 红木衣柜 红木大床 全部19900元请 一万不到买红木 三万多全屋配齐 红木沙发 红木餐桌 主次卧大床 全屋34件 只要39900元 现场签约更有家用品牌电器免费送 限量100户 先到先得 送完为止 展会地址 柳盈路125号 上海灯具城四楼 展会电话 310147 310147 4月24日至5月3日 上海红木家具博览会 五一大促 红木沙发 一万九千九 红木餐桌 一万九千九 红木大床 一万九千九 展会地址 柳盈路125号 上海灯具城四楼 报名电话 310147 零五一三七 祥身产地直销会来啦 恩山三七 不卖128元美金 最继仅66元美金 祥身仅0.7元每克 350元 买整整一金身 全部一手产地会员 省据中间环节 薄利多销 买贵不差价 八年老店 不买一三十天退货保障 每天前一百名道店订购 再送红枣桂园枸杞茶一盒 就在南京西路555号二楼 上海整装第四届 五五家庄购物节 盛大开启 上海整装38家门店 百家建材 全程送超5500万家庄福利 大牌家店 舒适家居 卵装家具 建材购物券 为您聚会呈现 拨打616个0 上海整装一站式定制美好家 拨打616个0或扫码 每户最高可享超十万优惠 住上海 选上海 好装修就在上海 市长海 徐长海 好装修就在上海 上海整装第四届 五五家庄购物节 家庄企业标准零抛者 全国家庄信用五星级企业 上海整装 联合百家建材 送超5500万家庄福利 更实力给您材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